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变成一个时尚女生,搭配品味的品味不错。 杨子从家有儿女的小雪到欢乐送中的邱莹莹, 能够发现从热情活泼的小女孩转变成了正在职场道路上探索懵懂的热心场女孩, 被大家看着长大的童星,杨雪算是在颜值和演戏上面一直走得比较顺利的那一个, 最近拍摄了一组写真,从穿衣上面体现了不同时期的变化,下面一起来看看。 牛仔套装的亮点是不规则牛仔外套, 它身上的这件牛仔外套扭扣的方式有许多种, 随便怎么扣都可以,这样就可以穿出许多种样子来, 这件不规则牛仔外套很多女星的私服中也穿了, 也许正因为可以随意地穿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比较受欢迎,牛仔外套搭配的卫衣,有着青春少女活泼的感觉。 夏天来了,度假期间不想总是衬衫, 穿着也可以试试这种短款外套, 开插黑色裤子和仪子,高跟鞋的搭配, 热带风情十足,这身装扮既可以偏向休闲也可以走直场向, 换件上衣就可以了。 红色这么热情的颜色穿在样子身上, 似乎可以看见在年轻人身上迸发出的活力, 红色格子上衣搭配白色不规则短裙和粉色的运动鞋, 这么有运动饭的一身装扮,跑起来就是一道风景。 这身轻淑女的装扮从长款牛仔外套做起, 白色上裙搭配长款牛仔外套, 拖着行李箱站在异国街头, 这么有异国情调的淑女装在养子身上也能很好的体现出来, 毕竟除了杂呼的邱莹莹, 她还是清云质礼稳重的陆雪奇。 一看背景就知道在时尚之兜巴黎, 身处巴黎的背景位这身绿色长裙增添了不少优雅的浪漫气氛, 绿色长裙上的腰带点缀得十分好, 天青色的背景也带有一些忧郁, 养子的这身装扮女人味十足。 同样是裙子, 这身套装裙相比起上面那件绿裙子来, 就要显得精致一些, 不规则的裙子看起来更休闲, 当你不知道要穿什么的时候, 套装裙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养子是真瘦了。 西装裙配凉鞋, 竹竿腿超抢镜。 近日, 养子现身某品牌活动, 这次现身活动的养子真是瘦了不少呢, 再次美成了小仙女。 养子这次出席活动, 在服装的选择上也十分的清新动人。 养子官方工作室发闻到, 与小仙子来一场粉色的浪漫邂逅。 一下子把大家带入到了粉色的浪漫中。 只见照片中的养子穿着一身裸粉色西装裙, 上半身是重规重矩的西装外套式设计, 小V0体现都市利人风范, 让养子看起来整个人气质优雅, 气场强大。 下半身的设计则十分精巧, 右侧设计位十分具有垂重感的长裙摆, 左侧则设计位不规则短裙, 多褶皱设计更显灵动, 飘逸, 为养子增添了一抹少女的俏皮与可爱。 脚踩Renee Calvilla红色系仪字, 带水钻凉鞋, 佩戴ADJUST耳坠, 真是夏日里的精致少女呢? 粉色可不是个好驾驭的颜色, 特别容易显胖, 而养子穿上这款粉色西装裙 却十分显精气神, 养子是真的瘦下来了呢? 一双竹竿腿超强劲的。 长发养子给人温柔的大姐姐的感觉, 短发养子给人邻家小妹的感觉。 干净利落的短发, 一个侧颜就足够把人美到了。 小编觉得养子特别适合这样简约的时尚风格, 之前养子在参加湖南卫视五四文艺晚会时, 穿着小白裙时, 也是把大家惊艳了一番, 变身小仙女。 作为小花旦, 养子不仅颜值耐看, 演技也值得肯定, 真是未来可期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